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百姓又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经过三年多的战争之后 我国令人民通过浴血奋战终于获得了胜利 这时候蒋介石已经意识到情况不妙 于是带着人跑到了台湾 今天要说的就是当年他走的时候带走了三个人 个个都是高人 说出来别不信 第一个人是张恩伯 他一生都受到封建制度的影响 学习的也是古代的道教文化 曾经还是天师教的常识人 后来蒋介石找到他 希望他可以挂得职位 这样利用他的名号吸引一些人才 后来等到蒋介石败退的时候 张恩伯和他一起去了台湾 但是这并不是他所希望的 他一生都在为祖国能够统一做出贡献 当他临死前还曾经说过最大的遗憾 就是没能回 来看看 第二个人孔德成 他是民国时期的思想家 一直学习的是儒家思想 不过他并不死板 对于有用的新事物也可以接受 曾经日能邀请过他 但是他并没有接受 后来蒋介石也是一次为借口邀请他去台湾 结果这一去不复返 在台湾只能被迫任教 在十年之前去世 其实他也是为我国做出过贡献的人 并且可以接受一些新的文化 但是可惜的是 被蒋介石带走了 展开全文第三个人张家奇事 他是一位法师 在百姓中也比较有名 信徒也很多 蒋介石当年去台湾的时候 第一个找到的就是他 希望他可以一起去 原因就是帮他宣传蒋介石的政权 让这些信徒都死心塌地的 跟着蒋介石 也是很大的一股势力 所以说 蒋介石也是看重他 才会这样做 我们可以发现 蒋介石带走的人都是 和传统思想有关 他当年并没有死心 而是想到台湾之后 继续发展自己的势力 希望有一天能够回来 但是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 后来 我国和美国之间也有摩擦 蒋介石趁机来捣乱 但是等到上干领战役结束之后 他自己也明白不可能 所以才选择放手 不过说实话 蒋介石醒悟有点晚 笼络人心不能靠金元 还得靠思想 返回搜独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